今天要上的部分是正反器與非同步技術器 首先呢我們會先介紹何謂組合邏輯之序項邏輯 那接著介紹兩種正反器分別是D型跟JK型 那再來就是介紹正反器要如何應用 最後就是工作及我們的問題討論 那首先是所謂何謂組合邏輯跟序項邏輯 那組合邏輯就是它的輸出即是輸入的函數 也就是說相同的輸入必定有相同的輸出 那它沒有記憶的功能 就是你們在今天之前接的電路都是屬於組合邏輯 就是你切了什麼樣的輸入它就一定會有什麼樣的輸出 就絕對不會有變化 那從今天開始之後所有的電路都是所謂的序項邏輯 那所謂的序項邏輯的意思就是呢 它的輸出不僅僅跟輸入有關係而已 它還會跟這個邏輯電路目前的狀態有關 這點非常重要 也就是說如果你有相同的輸入 你也不一定會得到相同的輸出 那從因為你的電路會跟目前的狀態有關 所以意思是它就有點像是它有記憶的功能 它會記住某種狀態 那輸出會跟它的當前的狀態有關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介紹所謂的正反器 那正反器需要配合時脈訊號的觸發 它才可以做狀態改變 那這裡最重要的是這裡的觸發 觸發指的是你輸入的訊號 出現了狀態上的變化我們稱之為觸發 像是從0變成1 或是從1變成0 這兩種都是觸發 那在這改變的一瞬間就是這個瞬間 它會就是正反器才會有反應 所以那這裡仔細的介紹 如果說是從0變成1的話 那我們稱之為正元觸發 也就是如果你接你的開關switch 然後呢你從0打開到開的那一瞬間 那是屬於正元觸發 那反之關掉的那一瞬間就是所謂的復原觸發 也就是從0變成1 那就這一點非常重要 那接下來就是我們先從D型正反器開始 那你可以看到這是我們的真指標 D型正反器 假如是正反器 它一定都會有所謂的clock 就是我們剛剛所提到的時脈的那個輸入的地方叫clock 那因為它叫D型 所以它一定會有一個輸入叫D 那之後呢它會有兩個輸出 那事實上就是分別是Q跟Qbar 那事實上就是Qbar就是Q的反向 看到這裡有個圈圈 它的訊號就是反過來 那從這個真指標來看 你會發現我們只有討論clock為正元觸發的那一刻 這個時候呢Q跟D會有相關 就是如果說你在正元觸發的時候呢 D為0的話你的Q就會被設為0 那這個狀態 這個動作我們稱之為reset 那如果在正元觸發的那一刻 你的D設定 你的D這個輸入為1的話 那Q就會被設為1 這個我們狀態稱為設定set 那在正元觸發以外的狀況 就是Q如果是0它就會一直維持在0 如果是1就會一直維持在1 那就是所謂的正反器 那記憶功能就是這個部分 那我們剛剛所提到的正反器事實上 還有復原觸發的類型 也就是它的clock是復原 也就是你輸入一個放波的話 跟剛剛的正元觸發剛好相反 正元觸發的正反器就是在正元的這一刻 才會有反應 那如果是復原觸發就是在復原 就是從1變成0的這一刻才會有反應 那特別注意就是如果是復原觸發的話 我們在clock這裡畫一個圈圈 就是那個低態智能的那個圈圈 那它的真正表上其實是一模一樣的 就只有差別在於觸發的方式不一樣 那就是所謂的D型正反器 那我們來仔細的介紹一下 D型正反器的波形時序圖 那我們以正元觸發為例子 所以就是看這裡 這裡沒有圈圈就是正元觸發 那記得 假如是正反器 它一定需要配合時脈的信號觸發 才會有做狀態改變 狀態改變指的就是輸出的Q的會有改變 輸出Q 就是這個Q 那這個是它的持續圖 如果我們clock輸入一個方波 那D也是以這個方式輸入這個訊號 那輸出Q的關係是什麼 那我們一開始會 因為我們剛剛有提到 正反器一定會跟現在的狀態有關 所以我們把它的狀態一開始 初始狀態設置會reset 就是一開始是0的時候 那我們來進行討論 所以我們把剛才那個表格拿過來看 因為既然我們知道它是正反器 所以我們只要討論它 clock在正元觸發那一刻就可以了 所以我們就把正元觸發那一刻 用一個紅色向上的箭頭都標出來 我們只要探討這一刻就行了 因為只有在這一刻它的輸出Q 才有可能會有變化 那我們從 這裡 看來看 你會發現它在這一刻的輸入D是1 那我們從真字表來看 如果D是1的話 Q是1 所以你可以發現 它其實出始狀態是0 但是在這一刻會變成set 會被設為1 在這一刻會被設為1 那在下一個觸發前的時間 它都不會有改變 就像是記憶一樣 所以是記住它的 所以一直都維持在一一不變 那到了這一刻 由於它有觸發 所以這一刻可能會改變 那我們來看一下真字表它到底會怎麼改變 它這個時候D是0 D是0的時候Q是0 所以在這個時候它會被設為0 然後這時候是reset 那一樣在下一個觸發前 都會一直維持在這個狀態下 那之後就是以此類推 1 設為1 所以你會發現事實上 D型正反器就是 它的Q會隨著它的D 有所變化 就是D D等於Q 在觸發 正元觸發的那一刻 那接下來我們介紹另一種正反器 叫做JK型正反器 那一樣 如果是正反器 就一定會有一個clock的輸入 clock 那它是JK型 所以顧名思義 它會有一個輸入J 跟另一個輸入K 那一樣 輸出Q跟Qbar 那Qbar就是Q的相反而已 那從這個表格來看 它一樣是正元觸發 那正元觸發的那一刻 它的輸出Q 會跟它J跟K的輸入有關係 那我們可以發現 如果J跟K是0的時候 J跟K設為0 那你在正元觸發的那一刻 它的Q也是會跟上一個狀態是一樣 所以意思就是不會有改變 那這個時候就是我們稱為no chain 所以它會維持在它原本的狀態 不會有任何改變 那這個時候如果K為1的話 就是K跟J跟K不相等 K為1的話 那如果這個時候 這個瞬間正元觸發的時候呢 你會發現Q會被設為0 而是這個時候就是reset 就是設為0 那這時候如果換J為1的時候 就是set 那這一個比較特別 這個就是正元 D型的正元正反器沒有的東西 就是 J跟K都為1的時候 你會發現 正元觸發的那一刻 觸發的時候呢 Q會變為Qbar 就是它上一個狀態的反向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稱為toggle 就是會相反 就是如果原本是1 就會變成0 如果原本的正反器的狀態是0 就會變成1 那下面這一刻就是D 那個JK型的 復原觸發的版本 所以你會發現這裡一定會有一個圈圈 然後它在正字表上是相同的 就只差在它是復原觸發而已 所以你們在拿到正反器的時候 特別注意它到底是正元觸發還是復原觸發 那接下來我們一樣從波形時序圖來 詳細的探討JK型正反器跟它的說出Q的關係 那我們以復原觸發為例子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它這裡 clock會有個圈圈 那一樣如果是正反器的時候 記住這很重要 正反器的時候它一定要配合時脈觸發 所以意思是 我們先把出死狀態一樣都設為0 就是Q為0 那我們這個時候只要探討 復原觸發的那一刻就可以了 所以一樣我們先把clock 復原觸發的地方都標出來 都標出來 那只有在這個時候 它的輸出Q才有可能會發生變化 那一樣從J跟K的輸入 就可以探討它的變化應該如何改變 那一樣我們現在是Q 剛剛我們提到它的出死是設為0 所以意思就是呢 就在這一刻 它會有變化 那可以看到這一刻它的J跟K都是1 所以我們從真字表來看 J跟K都為1的時候是Toggle 就是反向 所以說 Q原本為0的時候 這時候被設為1 就到這裡 那下一個狀態則是 J跟K都為00的時候 大家可以看到 J跟Toggle00是NoChange 所以你可以看到原本是1 之後也還是1 就是它並不會有改變 那再下一個 就是現在我們遇到的這個狀態 它是J跟K分別為0跟1 那J是0 K是1的時候呢 是reset reset的時候Q會變不變為0 然後剩下也是1次類推 然後剩下也是1次類推 就是 從波形時序圖中 我們只要挑出 觸發的那一刻 進行討論 就可以知道它的Q輸出應該到底會是什麼樣子 那接下來介紹 證人D型跟JK型 我們都介紹完之後呢 要介紹一個特殊的功能 就是一般在IC在使用的時候呢 廠商都會再給另外兩個特殊的輸入 那分別是reset跟clear 那它們是屬於非同步輸入 那 什麼是非同步輸入呢 我們先介紹同步輸入 同步輸入的意思就是呢 輸入需要有clock的觸發 就是剛剛我們提到的正眼或負眼的觸發 才會改變輸出Q 意思就是呢 從剛才來看 D J 跟K 這三個輸入 就是我們的同步輸入 也是它一定要有clock的觸發 才會改變Q 那非同步輸入 則不需要clock的觸發 也就是說 如果非同步輸入 只要有active 就是作動的時候呢 它極能改變輸出Q 那我們回過來看就是 如果在角位圖上 會有一個叫preset 就是pr1 另一個是clr 就是clear 那這兩個角位 也就是clock 並不需要有 輸入 不需要觸發 這兩個角已有active的時候呢 就一定會有 就會改變我們的輸出Q 那你可以看到 一般來說 我們使用的IC也是 就是preset 跟clear 都是屬於低態智能 也是它要作動的時候呢 需要輸入低電位 才會有作動 那我們以低清正反器為例子 我們來探討一下 這兩個非同步輸入的關係 然後呢 很重要的是 preset跟clear 它的優先權高於同步輸入 那 不可以同時啟動 或者不合理的輸出 那我們來看到這裡 由於它的優先權高於同步輸入 所以一旦 preset或clear 有任何一個active的時候呢 D跟clock這兩個都被忽略 所以看到它這裡寫XX 就是don't care 所以完全不需要care D跟clock 沒有任何輸入 只要preset跟clear 有輸入 就會有改變 那你可以看得到 而因它是低態智能 就是有圈圈 所以要輸入0 也就是低電位的時候 才是active 所以從這個D欄來看的話 應該是屬於clear有輸入的時候 那clear 顧名實際就是clear的動作 所以Q就被設為0 那下一個則是preset 那這個時候呢 Q就被設為1 就是 預設 preset 那你可以看到 如果在 clear跟preset都為1的時候 高電位的時候 因為它是 低態智能 所以它都是高電位的時候呢 就是沒有智能 所以就是意思是 這個屬於1的時候 都沒有任何輸入 那這個時候呢 D跟clock 結果跟原本的運作是一模一樣的 那如果我們 一樣 以D型正反器 然後呢 來探討它的波形持續圖 那一樣我們先把真字表拿出來 好 那接下來就是 我們的波形持續圖 那一樣是我們先將 因為它是正反器 flip up 所以我們一樣先把 觸發的那一刻 圈出來 因為它可以看到 它這裡 clock沒有圈圈 所以它屬於正遠觸發 所以就把正遠的地方圈出來 那之後呢 你可以發現就是 preset跟clear 由於它優先權高於 D跟clock 所以那我們來看一下 圖中 clear跟preset 有輸入的時候 就是這個 都是屬於D 就是 D電位的時候 那這個時候呢 你就可以忽略掉 clock跟D 因為這兩個優先 所以你會發現 在這個時刻 一定都是屬於clear 就是D會不會一直保持在0 絕對會保持在0 不便 那在另一個時刻 就是preset有輸入的時候 Q輸出一定會保持在1 不便 那之後呢 一樣 就是討論其他正遠觸發的時刻 那一樣 你看到這裡 因為在這裡沒有任何觸發 所以它的狀態會保持不便 一直都是在0 然後到了這一刻 那這一刻的D是1 D是1的話呢 Q會被設為1 所以它會跑上來 被設為1 那之後等待下一次觸發起來 也都不會有任何改變 那碰到這一刻 那這一刻的時候 D是0 D是0的話 Q會被設為0 所以一樣會掉下來 然後到了這裡 到這裡就是preset 所以又跑上來 會被強制設為1 那之後呢 我們到了這個位置 到下一個觸發前 一樣保持不便 然後到下一個 等待下一次觸發 就是以此 以此這樣來判斷 就是假如你有這一張真指表 我們就可以判斷 輸出Q跟它的狀態的關係 還有輸入的關係 那以上就是 JK型正反器 跟D型正反器的介紹 那接下來就是介紹 正反器的應用 那這就是應用1 頻率儲法器 它是使用D型正反器 來達到這個效果 那頻率儲法器就是 顧名思義 就是輸入的頻率 之後呢 輸出的頻率會被除以2 就是頻率儲法器 可是你的clock 如果輸入一個100赫茲的方波 那輸出Q會變成50赫茲的方波 所以如果我們從下面這個圖來看的話 那頻率跟周期成導數 所以它的周期 輸出的周期會是輸入的兩倍 所以這是T 這是2T 那我們從這張圖來看 為什麼 這樣子接線 就可以產生頻率儲法器的作用 那實際上你仔細的看一下 它接線的方法是把Q吧 就直接拉回去我們的D 那 為什麼要這樣接呢 你仔細看 這張波形持續圖 就是當每次觸發的時候 每次觸發的時候 Q的狀態都是從0變成 就是都是反向 像這裡是從0變成1 這裡是從1變成0 那這裡則是從0變成1 所以你可以發現 就是每次觸發的時候 一定都是tackle的狀態 就是tackle的狀態 就是反向的狀態 那我們從 回來看這裡 所以如果我們假設 一開始的輸入是Q的話 D的輸入是Q的話 那這裡的Q的輸出就會為Q 那Q吧則是Q吧 所以意思是 下一刻你拉回去 下一刻的輸入會變成Q吧 那也是等到下一次觸發的時候 D會被設為Q吧 因為你會發現 就是每次觸發的時候 Q就會等於D 所以Q會被設為Q吧 那既然Q是等於Q吧的時候 那它的這個吧 或者反向是會跑回Q 結果再拉回來 所以下一次又是Q 輸出又變成Q 所以你會發現 這樣的就是只要把Q吧 拉回去D的話 每次觸發都會 剛好變成tackle的狀態 然後以此就可以達成 我們所謂的頻率觸發器 就是輸出的頻率 剛好是輸入了一半 是我們這個 那接下來就是應用2 是2位遠的非同步遞增技術器 那技術器其實就是 就是顧名思義就是 每次觸發的時候 我們都會 遞增輸出Q 所以從增值表來看的話 我們Clark每觸發一次 就是如果假設Q的狀態是0的時候 所以它就會加1 變成01 然後再加1就變10 再加1就變11 那再加1的話 因為它只有2位遠 所以再加1的話 就是會進位 但是因為2位遠 所以進位就無略掉 那就跑回 就是所謂的技術器 那我們要如何達成這個電路呢 就是我們從這張增值表來看 我們把它的波形時序圖畫出來 所以你可以發現就是 每一次Clark觸發的時候 就一定要加1 所以你可以畫出來 這個一開始是00 那觸發之後變成10 就是這裡 10 所以它上面這個是Q0 所以Q0會變成1 那在下一次觸發的時候 會變成01 那就是Q0是0 然後Q1是1 那在下一次觸發的時候 變成11 然後再變回00 再變10 再01 就是一次一次循環 所以你如果把這個波形時序圖畫出來 你會發現一個現象 你會發現事實上 Q0跟Clark 它們剛好就是周期是2倍的關係 那這個其實就是很熟悉 就是我們剛才所謂交到的那個 頻率儲法器 那你會發現就是 所以意思是我們就是用頻率儲法器 就可以達成這個 2位元的非同步技術器的效果 所以這就是我們的 結果 然後呢你可以看到這裡是2位元 那事實上一個 正反器事實上就是一個位元 的儲存裝置 所以如果你要2位元的話 你就要用兩個正反器 所以我們意思是這一體 我們需要兩個正反器 那我們可以知道 Q0跟Clark 剛好就是一半的關係 所以事實上 第一顆正反器的接法 就跟頻率儲法器模一樣 你就把Q8的拉回去D 然後這邊是Clark輸入 所以意思是第一顆正反器 就是我們的Q0的輸出了 那接下來就是討論 第二顆正反器 Q1的輸出 那事實上 你會發現Q1的周期 事實上也會是Q0的兩倍 所以事實上它也是一顆頻率儲法器 所以你一樣 你也是接了一顆頻率儲法器 那重點在於 它的Clark 要跟Q0有關係 所以這時候就需要探討一下 Q1到底在什麼時候 會有變化 那你返回去看 你會發現Q1有變化的時候 都是Q0在復原的時候 復原的時候 所以如果你接在Q就是正元 意思就是呢 Q1是跟隨Qbar 所以你要把Qbar拉過來 這個第二顆正反器的Clark 那這個時候呢 第二顆正反器就會隨著Q0的復原的時候 產生變化 就我們有這個效果 那之後呢 第二顆正反器的輸出 就是我們所謂的Q1了 所以把Q1拉出來 以此我們就可以達成這顆二位的 非同步的地增技術器 那這裡我們同學一定會發現 就是它有這裡提到非同步 那其實所謂的非同步是什麼意思 事實上 就是這兩顆正反器 它們在發生變化的時候 發生變化的時候 就是不一定會跟我們 這個最一開始這個Clark輸入訊號有關係 因為你知道嘛 其實第二顆這個正反器的Clark 是由上一顆正反器來的 所以它們的變化 不會跟我們的原始訊號 就是Clark有 是非同步的狀態 所以我們把它稱之為 非同步地增技術器 就是這個原因 那接下來有個比較特別的 非同步結斷地增技術器 那它一樣其實就是一個地增技術器 但是它會結斷 因為它只有三個狀態 那核位三個狀態呢 那核位三個狀態呢 三個狀態就是 它就00 01 跟10 那你知道二位遠事實上是2的二次方 所以應該會輸出 00到11 所以這樣是四個狀態 但是我們不需要最後一個狀態 就是有11 它只有三個狀態 就是三個狀態 就是分別 就是00到10 那就是非同步階段地增技術器 那這種技術器上的應用 其實在於階段 就是十進位的技術器比較常見 因為如果你要達成十進位的話 是從0一直加加加加到9 之後進位 但是你需要用一個 2的四次方 就是四位遠 但是它事實上它是2的四次方 是從2到 就是它有16個狀態 所以只是 後面事實上會有一部分的狀態 是不會使用到的 所以這時候需要截斷 那實際上應用的話 是十進位的技術器比較常見 不過我們這裡以一個二位遠的為例子 那我們應該如何達成這個效果呢 我們來探討一下 它是所以我們和一般的二位遠技術器比較 這個增值表示我們一般的二位遠技術器 就是0到11 那你會發現就是我們只要截斷11這個狀態 也是我們只要從這裡切開 我們不需要11 那這個時候就可以達成我們題目的要求 就是得到所謂的截斷技術器 那我們要如何達成這個效果呢 事實上 也是說我們需要一個 Decoder 就是一個解碼器 它一旦發現 我們的Q0跟Q1輸出11的時候呢 就會立即發出一個訊號 給這兩顆正反器 這是FF0 FF1 這兩顆正反器的clear 也是立即把它清除 就變00 這樣就可以達成結斷的功能 所以實際上我們應該要怎麼做呢 由於就是clear 就是CLR這個接角 它其實是低態智能 所以我們解碼器的輸出也需要屬於低態智能 也就是解碼器發現11的時候呢 它需要輸出0 那就NAND有這個作用 所以我們就要選用NAND 所以呢 那應該怎麼接 因為你看它要判斷Q0跟Q1 所以事實上就是把Q0跟Q1 拉到這個NAND 那之後呢 它們的輸出再接到兩顆 FF0跟FF1的clear 接角 也是接進去 也就是這樣子的效果就會變成我們剛剛所提到的 就是一旦Q0跟Q1變成11的那一刻 那個decoder就會輸出一個訊號 clear掉這兩顆正反器 把它強制變為00 所以事實上 11這個狀態還是會出現的 只是因為它的反應速度非常的快 就馬上就被清除掉 所以你是看不到11這個狀態 但事實上它還是會出現 那接下來 剛才那個我們所教的是二位元的D增技術器 那接下來是D減 也就是 以此類對不對 顧名思義就是我們在每次clock觸發的時候呢 我們需要D減輸出Q 那如果假設我們Q的狀態開始是1的時候 就是每次觸發的時候都會減1 所以在這邊10 01 00 就是一直減下來 那我們從 我們把它畫成就是波形時序圖 就是每次clock觸發的時候它都要減1 所以 00的話減1它會變成11 觸發的時候變11 那接下來觸發的時候就是變01 那這邊是Q0 Q0這邊是01 那再來是10 00 然後呢我們只要將這個波形時序畫好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來思考應該要如何完成這個電路 那你仔細看你會發現其實它事實上它們也是屬於 周期跟都是處於兩倍的關係 就是Q0是clock的兩倍 Q1是Q0的兩倍 也就是我們一樣拿頻率觸發器來達成這個效果 所以一樣 就是Q0就用一個FF0 這個第一顆頻率觸發器 那Q1則是在第二顆頻率觸發器 因為要二位遠 所以就要兩顆 那你可以發現就是 clock要觸發的那 正元觸發的時候呢 我們的Q0才會有改變 所以那我們的FF0就選用正元觸發的正反器 那接下來來探討Q1的clock應該要如何接 那你會發現就是你仔細看會發現Q1變化的時候 都是在Q0在正元觸發的時候 所以跟剛剛剛好相反 剛剛是接在Q吧 那我們現在則是在正元觸發 所以我們就把它接回Q 接在Q 那這樣即使這樣就可以在Q0 就是FF0這個輸出在正元的時候呢 我們的下一個FF1就會產生狀態的變化 狀態的變化 就是以此我們就可以達成我們的 二位遠非同步地檢技術器的作用 那接下來就是我們今天要做的工作 那第一個工作其實就是 請同學們完成 我們剛剛的那個頻率觸發器 完成頻率觸發器 那同學們醒醒囉 要做工作囉 完成頻率觸發器 那請同學們使用訊號產生器 輸出一個頻率 一個頻率為100赫茲的方波 其實訊號產生器 至D型正反器 其實這裡用個訊號產生器 輸出訊號到clock裡面 那請同學完成這個電路圖 然後記得就是輸出Q要接上試波器 那原本訊號產生器產生的訊號也要接上試波器 那接完電路之後觀察試波器的變化 那這張圖就是一個參考答案 就是工作翼的參考答案 也就是如果沒有跟這張圖一樣的話 那應該100%是錯的 那你可以看得到我們這裡 Channel1我們是原始訊號 那Channel2則是那個正反器 頻率觸發器輸出的訊號就是Q 那你會發現事實上它的週期就是原本的兩倍 所以就是剛好頻率是一半 那麼請同學們1上面的 就是這些設定值來設定 也就是如果你是用訊號產生器的話呢 記得輸出頻率是100赫茲 封對封值是51 那Offset要設為2.5 那Channel1這個試波器的設定就是依照這張圖一模一樣 那接下來就是工作2 那剛才我們介紹過2位元的非同步遞增技術器 那這次請同學們設計出一個3位元的同步遞增技術器 那來這裡提示同學現在應該如何設計 剛才我們有特別提到事實上一個正反器 就是一個1位元的儲存器 那剛才我們2位元的同步技術器我們使用了2顆 那請問3位元的話要怎麼做呢 其實也就是使用3顆 所以這裡就是1顆 F2 就是第三顆的那個D型正反器 那重點就是在於這裡的clock clock 還有這邊第三顆的clock 應該要接到上一顆的什麼輸出 就是請同學們要把波形時矩圖畫出來 然後思考看看應該如何設計 那工作3比較特別 就是一樣也是3位元的非同步階段地增技術器 一樣是3位元的地增技術器 只是我們要進行階段 也就是m等的6 就是狀態等的6 那我們知道3位元的話是2的三四方 也就是應該會有8種狀態 但是我們只要6種狀態 所以事實上會有2種狀態是被截掉的 那我們需要技術器是從0到101 那請同學思考看看 就是剛才我們提到的那個Decoder應該要怎麼設計 那提示一下就是 既然是從這裡切斷的話 那這裡的下一個狀態應該是110 也就是說我們Decoder只要判斷這個狀態 之後呢如果是這個狀態就輸出訊號到clear 就可以達成這個技術器的作用了 那你會發現就是Q2跟Q1 就是它這裡兩個都有1的狀態時 上面從來都沒有出現過 就是Q2跟Q1都為1的時候 也就是事實上你的Decoder只要判斷 Q1跟Q2有沒有同時都為1 就可以了 那接下來就是問題1 那問題1跟剛剛的工作商很像 但是不一樣是在它的狀態只有5種 那我們剛剛都是結尾就是我們要結頭 也是我們是從001開始 到101 剛剛是從000到100 那我們目前要從 001開始 也是從001地增 一直到 100的時候呢就會再跳回 001 那請同學思考看看應該如何設計 事實上提示一下同學就是 就是剛才我們都是將 因為這是就是每一個都是一顆 就是每一個都是一顆 Bleaf Flop 這個是2 那事實上就是我們在解碼出 這一個 下面這一個這個狀態的時候 我們就把這三顆都CLEAR掉 就變成000 那這個其實就是 其中兩顆 這兩顆 其中幾顆就是如果是0的就是CLEAR 如果是1的時候呢就把它Preset 事實上就只是接線的方式不一樣了 所以其實你完成工作3很快就完成問題1 比較有想通的話 那接下來是問題2 問題2的話就是這也是有一個D型正反器 與互次貨查所構成的貝平電路 剛才我們都是頻率處法計就是除以2 那這一個則是會變成除以2的電路 就是加倍 那它的輸出跟輸入是如題目所示 那同學們這一題的話就是不用自己接線 就是你們回去使用就是MARTHC進行模擬 就是一樣就是在MARTHC上拼出這個電路 那之後呢回答下列這三個問題 那這一個貝平電路的頻率放大倍率有多少 那互次貨查輸出的訊號 它的Ducy cycle會變成多少 那請試著解釋一下這個電路產生貝平訊號的原理 那你們就是把它的波形持續流化出來 然後就可以試著去解釋它為什麼可以放大 那麼以上就是這一次的課程 同學們可以準備做實驗了 那我們等一下會把街角圖發在你們的電腦裡面 所以你們就是可以直接到裡面看街角圖 所以你們就是可以直接到裡面看街角圖 謝謝